大家好,这里是陕西西安 我现在在西安的市中心这里 前面这里就是西安市非常有名的景点 西安城墙 前段时间我还去过南京 南京也是有城墙的 当时在南京城墙下面还逛了以后 看一下西安城墙跟南京城墙有什么区别 西安城墙全城好像是十几公里 十三四公里吧 没有南京城墙长 南京的城墙要比西安城墙长很多的 但是逛过南京城墙之后 我感觉南京城墙没有西安城墙好 为什么我感觉南京城墙 不像西安城墙这么完整 总体感觉那种是那种破破烂烂比较旧的 西安城墙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完整性比较好的 这个是一个城门洞 南门 这个城门是永宁门 前面这边是瘟城 看一下这里有三个城门洞 一个是人行道 两个是机动车道 西安的城墙下面是现代化的机动车 这个城墙的总高大概在12米左右 里面空间非常大 西安城墙跟南京城墙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这个宽度 要比南京城墙要宽好的 南京城墙如果你上个在上面去走过的话 感觉上面是比较窄的 在西安城墙上面你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宽 很宽敞 这个城门洞也比较大 看一下上面都是一些墙砖 下面这边还有好几层这个石头呢 大石头全部都是这种大石头做的 在底层的